我是一名新加坡洛林义工组织电脑资讯科技的义工 这视频将会讲解 如何在安卓手机上操作Zoom应用程序 Zoom的基本功能有 第一,通过Zoom联系你的家族和朋友 第二,能参与网上视频课程和广座 如何在安卓手机下载Zoom应用程序 点击Play Store商店 输入Zoom 点击Zoom Cloud Meeting 点击Install获取 点击Zoom 如何注册新账号 点击Zoom应用程序 点击Sign Up 输入出生日期 输入出生日期 点击Set 输入电邮地址和姓名 点击Agree同意条例 点击Next 点击Sign In 怎样更改个人账户 点击Sign In 点击Sign In 输入电邮地址和密码 点击Sign In 如果要更改个人账户 如果要更改个人账户 点击账户 点击账户 点击你的账户号 点击Profile Photo 点击Profile Photo 按击完成 您可以更改你的显示明清 按OK 您也可以更改你的密码 若不需要使用Zoom程序 可以点击退出登入 如何查看Zoom是否有更新 点击左上角返回见 点击About的指示 点击Version的指示 如显示图这证明软件已更新 点击OK 如何参加会议 点击Zoom程序 点击Join Meeting 输入Meeting ID 你可以写定是否要改动音频或视频 点击Join Meeting 输入密码 按OK 在这里你可以决定是否要启动音频或视频 现在你已经成功登入等候室 如何从受邀放式加入会议 你可从点击WhatsApp的网页连接参加会议 或从点击电邮网页连接参加会议 如何操作菜单选项 点击左下角第一 Join Audio 按钮开始音频 点击Call Via Device Audio 你可以点击左下角第二 Start Video 按钮开始和关闭时频 要注意你的周围的光线和背景的清晰 Share Screen 按钮会议主管者有权 让你分享你的手机的界面 文件和相片等 点击Participant按钮 就能得知那些参与者 点击按钮返回上一页 点击按钮退出会议 最后点击Leave Meeting 退出会议 参与会议要注意的事项 会议支持人可以关闭你的音频 若要发现 点击Join Audio 开始音频 再点击Call Via Device Audio 若不想发现 亦可以用手势来表示 点击鼓掌或赞符号 点击聊天室按钮 输入你要发问的问题 输入后 点击Close返回上一页 你也可以点击Raise Hand指示 表示你要发现 若你的问题已被回复 请点击Lower Hand指示 希望你对Zoom的应用程序 有所了解 谢谢 请不吝点赞符号